今天的信息是讲到神的圣洁和基督徒的义托 让我们认识神,我们很多时候都讲到神的爱 神的圣洁其实是极度美丽的 神的爱很美丽,神的圣洁也是很美丽的 基督徒的义托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神给我们的义 就是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 另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首先就是我们看第一点 就是神是绝对圣洁和至高 祂的那种至高和尊贵和能力是我们的想象的 以赛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 当烏西亚皇崩的那年,我见主座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上随下,遮满圣殿,其上有萨拉夫士林 各有六个脂肪,用两个脂肪遮脸 两个脂肪遮脸,两个脂肪飞翔 彼此呼喊说,盛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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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万君之犹话,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由第四节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纜的根基震动 见充满了阴闻,那时我说,和灾我灭莫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极的民中 有一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犹话 有一萨拉夫,飞到我根前,手里拿着 红炭,使用火箭从炭上取下来的 将炭煎在我的口说,看呀,这炭煎你的嘴 你的罪要便脱掉,你的罪莫便射掉 我又听见着这些声音说,我可以叉掩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者里,请叉掩我 这里讲到,以塞亚先知在乌西亚皇死那一年 他就在圣殿那里见到主坐在他很高的宝座 神的衣服就垂下来,支援整个圣殿 就是,神呢,他坐在上高,然后他的衣服就垂下来 然后呢,就有萨拉夫天使就站在那里 就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就遮住那块面 两个翅膀就遮脚,两个翅膀就在那里飞翔 那这些萨拉夫呢,就在那里说什么呢? 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君之犹,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在这里,他们在那里清重神的圣结 神的圣结,神的尊严,他的荣美一路宣告 然后呢,神的荣光,他的荣耀是充满全地的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圣结和尊严和他的威严 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是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的 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别的二十章,讲到他们去西乃山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十九章的时候,他们见到地震,有闪电,有雷光 那些人就很怕很怕,有角星,他们很怕很怕,全部都在那里震 在神的面前,如果神用他的威严降临的时候,是没有人站得住的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圣灵的柔和感动 神有他柔和的一面,但也有他的威严和圣结的一面 我们知道两方面都要尊重和欣赏的 好了,当这个撒拉伏都会呼喊的时候,门楼的根基就震动 圣殿是非常稳固的,但是当时都震动了,和圣殿就充满阴云 我们看到这里,和在春埃及基督都看到,当神降临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会有阴云,在献上这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也有阴云充满 以至那些祭司,一百二十个祭司都不能站立功绩,即是神的同在 这里讲到就是圣殿充满神的阴云,也有些人讲到 有些情况,有些人祈祷很投入,也有这样的情况 譬如宋上节,曾经有一个人写的书关于他,就说 他小时候见到宋上节的祈祷的房子,为病人祈祷,看到阴云在那个地方 即是神的同在很强烈,当神的强烈很强烈的时候 以祭司立刻就回应了,他回应了,禍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极的民中 还有我又见到大君王,万君之友 他就立刻想到我自己嘴唇有很多不好的说话 还有我住在那些人,都是讲说话有很多罪的 大家想一想,我们讲的说话能否句句功出来呢? 我们讲的闲话,我们话人,话人不好,指责人 我们那些说话是否公平呢? 有没有伤害人的意念在里面呢? 我们的言语实际上是,因为人最容易显露出来就是言语 在我们的言语里面,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罪 所以仁畅才知道他自己的罪,他立刻在神面前,他认罪 他说我有和了,这个事我也希望大家有这个心 就是说,在圣结的神面前,我们的罪是带给我们有和的 所以我们一定在神面前悔过在神,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还有见到大军王万军之余,他是全能的神,我不敢 就是我在神面前,我们个人都有罪 有一个撒拉夫就飞到他的庚前,手里拿着个红炭 是用火箭将个坛上拿来的红炭 然后呢,他就将这个炭碰一下以赛亚的嘴唇 他就说,这个炭尖了你的嘴,你的罪液便除掉,你的罪莫就赦免 为什么这里会那么奇怪?为什么在一个坛里拿一个炭出来,就可以随灭他的罪呢? 其实全世界无论在旧约到新约,所有的赦罪都是从耶稣的救恩而来 因为耶稣是圣结的,是无罪的,他代熟了罪之后 在希伯来书也有说到,他熟了人在前约的时候所犯的罪 上网上找圣经工具,你找前约之前的约,你就会看到这句经文 就是人在前约之前所犯罪,都是靠耶稣,那些牛羊是不能够责罪的 是耶稣,他为我们责罪,这个坛,在这个圣面那里的坛 这个就是耶稣神的救恩临到身上,所以他能够有这个赦罪的恩 他就将这个碳尖在他的口那里,然后他就可以聚得赦免 聚得赦免之后,神就跟他说了,大家留意一下众数论单数 大家看到什么?众数还是单数?神说的说是众数还是单数? 大声呢?众数又有?单数 我可以差远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到神,在神创造天理都是说的 神照着我们的形象做人,所以圣经又说到神用单数也有说到众数 他可以单独存在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 但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是一合一的 所以这里说,我可以差远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由以赛亚就说,我在者里请差远我 在这个经文,以赛书第六章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圣热 还有天使遮面遮脚,或者说,天使在神的面前,他们都是 神的圣结这么荣耀,他都不能够面对面,望神的荣耀 即是说,神的荣耀多强,多高 我们接着的经文,我们都看到神的大恩 就是他这个圣结是刺领我们的 还有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个敬畏的心 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听到的时候都开眼听 听到的时候,如果你听到我说话,你开眼听到 这个都是尊敬神,如果我们去法庭的时候 法官宣布的时候,我一定会开眼 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都开眼听到 好了,这里是启示录天上的圣殿 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十五章八节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电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年,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源不了 这里讲到七碗 在启示录讲到几个灾难的 其中这个就是七碗 在七碗未曾降之前,这个灾灾难 就是说的荣耀和能力临在 这个天上的圣殿,这个天上的圣殿 就充满了烟 正如赞仙的经文讲到 在地上的圣殿都充满烟文 这个天上充满烟,又有什么效果呢? 这里写着是没有人 但其实呢,那个圣文就不一定是人 总之是什么都不行 什么人都不行 在天上,包括天使 就是神将他的荣耀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 天使都不能入圣殿 直等到那七个灾源不之后 神就可能就不是将他全部的荣耀彰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天使就可以入圣殿了 在那个时候,他们都不能入圣殿 那就是说给我们听什么呢? 在神的至高的荣耀是没有人能够接近的 是没有人 就算我们天堂都不能够接近最强烈的荣耀 我们就知道神那种尊贵神的荣耀,神的能力 我们就知道其实人在神面前真是很污蔚 人有很多黑暗 因为神呢,拯救我们,都将他的荣耀放在我们身上 还有叫我们能够接近他很大的恩怜 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是很大的恩怜 是没有人能够承担神最高的荣耀 接着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得救清义 是完全来自白白的恩怜 就是耶稣为我们救赎 以至我们能够得救和清义 是两个东西不同的 在这几个经文大家会看到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知道,没有圣结,我们不见到神的 希华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一起读,有经文就一起读 非圣结,没有人能见主 和春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就是如果不是圣结,没有人能够见主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见到神的 除非我们有神的圣结 为什么神能够这样? 好了,我赦免全世界 全世界可以来我那里 因为人有罪,是不能够站在神的荣耀之前的 所以呢,非圣结,没有人能见主 一定是有神的圣结,也有我们的圣结 因为每个基督徒都必定有神的圣结 以及也有自己的圣结 如果没有自己的圣结,即是说他不是真的信耶稣 他一定有他的生命的改变 然后圣经就说到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即是有罪的人一定不能当作无罪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罪的 真是要悔改,求主赦免 那这里有一个对抗,就是什么呢? 罪,耶稣的圣结,神的圣结 就是罪人是抗拒神的 神又抗拒,神是爱世人 但神是抗拒罪,罪不可以来到他那里 罪不可以临到他身上 一定是圣结才可以来到他那里 所以我们知道神和污蔑的人是不能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圣结 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以赛书的六十一章十节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我因爺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荒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妇给我披上 好让新郎戴上华冠,又让身负佩大装饰 这个经文呢,我们读过的经文一比较 你就会明白,去思想 我们思想圣经不要只是用一个经文 是用不同的经文 怎样去思想呢? 这才讲到神的圣结的时候 撒拉弗要遮面遮脚 在神面前一路宣告神的圣结 即是说神的圣结有多伟大 但这里就讲到神将他的圣结给我们 其实义的意思就是圣结的意思 义就是说,遵从所有的律法就是义 就是走上神的路 神的圣结是给了我们的 这里我们再一起去看看经文 我欣赢很欢喜很快乐 我心靠神快乐 因为在旧日有一件事,神教到以色列人 就是罪是很可怕的 以色列人犯罪和我们犯罪有很大分别 他们要拖一只牛去献祭 拖一只羊去献祭 他们真的很没钱 可以用其他的献祭 但是你想想一只羊一只牛 真是不便宜的 就算那时候,你说他养了很多只牛羊 但也有地才养到 即是一只牛羊的价值都不少 即是他们犯一次罪是很大的代价 他们知道罪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所以耶色列人他们在旧日的时候 有一个孩童时候,圣经讲到 就是教养耶色列人知道罪的可怕 所以他知道有神的义袍是非常大的礼物 因为神将公义加在我身上 所以他心就很欢喜 因为神以拯救为衣 拯救好像衣服给我,遮住我的罪 我们个人都有罪的 以及以公义为袍 神的公义就是祂的圣结 祂的公义,祂的完美 祂为袍给我披上 以至我好像什么呢 新郎带上华冠,新婦配戴,装饰这么漂亮 即是任何人都是的 结婚的时候是他最漂亮的时候 一定是头发,一定是衣服,化妆 那样东西都是最漂亮的时候出现的 这个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仇 所以他一定是穿得最漂亮 神在圣经就在这里讲 就是说我们当时有神的公义在身上的时候 就好像新郎新娘那么漂亮的 这个经文的意思 大家去想是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一个人有罪 我用这个代表一个人 一个人有罪 神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 只是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没有性结构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 譬如有一个人 他犯了法 那就大赦 他譬如杀了人 或者偷东西 或者做一些很差的东西 好了 然后有大赦 大赦就宣布 全部这些人全部放监 他杀了人 是不是很开心呢 好了 这个人杀了人 大赦 那些罪洗了 是不是代表他就变成一个无犯公民呢 不是啊 他只是没有了罪 是不是 所以没有了罪 不等于有公义的 不等于他是完美的 大家懂不懂的意思 他有罪 洗乾淨 不代表他是完美的 现在大赦 赦免他了 是不是代表他就是无犯公民 他是完美公民 不是啊 他绝对不是完美公民 就是说 当他没有罪 没有事 释放他 就是一个大赦来的 神的大赦都一样的 就是说 他赦免了罪 然后将他的公义 好像衣服 穿着 就是说 没有了罪之后 穿回神的公义 所以在神的眼中 我们好像什么呢 好像新郎新娘那样漂亮的 所以你每一次祈祷 你就会说 神啊 就是有些人会这样 每日认完罪之后 都会觉得 我都是很污租的 神想我们这样想的 神想我们记得这个经文 神以公义为仆 我披上 以拯救为仆 我穿上 以公义为仆 我披上 我们在神的眼中 他不只是射罪 他将他的公义 放在我们身上 遮盖我们一切的罪 以至我们在神的眼中 当神见到我们的时候 是见到耶稣这样的 这个是清言 是加上去的 是义袍 加上去 不是人的本质 我们人依然有罪性 我们在世上依然有罪性 去到天堂就没有了 在世上依然有罪性 我继续会解释这个观念 罗马书3章22节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一起拿 加得一切相信的人 并会有分别 26节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好了 这里讲到 你看我有几个字 是黄色底 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加给他 然后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里讲到两个观念 一个是加 神的义加给我们 即是我们都是骚髒的 我们是骚髒的 加神的义遮盖我们 神的公义圣结 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是圣经其中一个观念 就是加在我们身上 就是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跟世人同的 我们有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 有神的义在我们身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很放心 不是代表我们 即是说我好厉害 不是 是神给我们 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 是和这个圣结是抵抗的 所以两样东西一齐 有神的公义 但是里面有罪的时候 是抵抗的 当人不悔的时候 他可以失去救恩 这样东西是抵抗的 然后跟着 显明 神是义的 神是公义圣结的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神是圣结 公义 也都清信耶 所以有人为义 这个是清 清义 清义是什么呢 即是说你是义 那这个人是否真是义 即是我们真的没有了罪 不是 是清义为义 我想大家明白这一点 我们依然是罪人 所以耶稣都是罪人 不过不同的就是 我们重生 我们有新的生命 不过因为在世上我们有罪 所以这个罪仍然在 仍然有罪性 仍然会犯罪 不过呢 神就将这个义圖 加在我们身上 和说我们是义 说我们是义 即是宣布 即是大赦 我说你是公义的 但它里面依然是有罪的 那我们有罪的时候 我们求主赦免 但是呢 我们的本质 神是给一个新圣证 但因为有罪的后果 我们两样同时存在 假设这个是新圣评 这个是旧圣评 新圣评和旧圣评 同时存在 即是说 一样就是里面的质素 有新的圣评 然后外面呢 有神家的义圃 和神称我们为义 那我希望大家 明白这几个观念呢 让我们更加欣赏神 因为我们虽然污蔑 但是神称我们为义 神说 你是圣诀公义的 和神将他的公义 加在我身上 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整天都说神 都是不喜欢我的 我都是很多软弱 很多罪 我们有怨有罪 我们应该对付 我们一有罪的意念 我们知道它是不好的 我们刻意处理 刻意对抗它 这样的时候 神就起悦了 对不起 这个图出不了 这个出不了 OK 因为呢 因为呢 这个工具的问题 这个电脑的问题 这个呢 是一个人来的 是罪 罪人 罪所是哪个 那是罪 那是罪 洗干净了 白了 但是呢 神不是只是洗白了 神是 将他的荣耀 他的义袍 放在他身上 以致我们能够有 神的荣光 所以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充满荣光的 即是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洗罪 第二个是加上神的义 好了 又另一个观念 算为义 和清义 不算有罪 我们一起读一下 黄文书四章五节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清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清那在行为以外 蒙神 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不算为有罪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正人是有福的 OK 好了 在这里讲到 就是清罪人为义 神是会 即是说他是罪 不过神说他是义 这是另一个观念 他是一样有罪的 他里面是污蔑的 一样有罪 但是神就说他是义 这个义的罪 即是罪性情一样有 罪是赦免了 但是他依然会继续有些 有些罪法出来 但是我们尽量去处理 就是尽快 有罪的意念 有不好的意念 立刻处理 就让这个罪 不去破坏我们的生命 因为罪有破坏性 神会清这个人 虽然他是罪人 说他是义人 不过说他是义人 这是一个宣布 即是他里面有新性情和救性情 并没有这个救性情依然存在 直至到天堂的时候 所以他是称义 称为义 他的信 还有另一个字 算为义 算 不是的 不过算是 在神眼中 真的算是 所以这些字眼 都给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是神的义家 在我们身上 算为义 称义 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 因为神绝对 是可以不称我们为义 只是说赦免而已 但是神将义仆间的身上 即是在神眼中 好像耶稣一样 是有耶稣的义在我们身上的 大卫说 得赦免其过 遮蓋其罪 这人是有福的 能够赦免罪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 这人是有福的 即是这个人是有福的 所以下面写了 称为义 和算为义 和不算有罪 他不算有罪 遮蓋他的罪 得赦免其过 遮蓋其罪 这人是有福的 这样我们就看得到 即是神那种恩典 我们感谢神 他不将我们算为一个罪人 然后这个罪的交换 《高龙多后书》 五十二一节一起读 神使内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无罪的是谁 耶稣 替我们成为罪 这个经文很特别的 耶稣不只是担当罪 耶稣是成为罪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代表耶稣 耶稣是圣结的 但是当他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不单只是担当所有的罪 他成为了罪 不只是成为罪人 他整个人 整个耶稣成为了罪 即是罪 他就是罪的化身 即是罪在他身上 全部全世界的罪 全部在他身上 他死的时候 就承担了这个罪 所以他替我们成为罪 这个字 原文都是说成为了的 然后呢 我们就怎样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所以这里的图里讲到 无罪的耶稣 成为了罪 在十字架上 他变成了罪 然后我们呢 罪人呢 就成为了义 这个交换是否划 真是很划 并且是很特别的 因为无罪的神 居然会成为了有罪 然后我们是罪人 居然成为义 即是我们直接成为了神的义 这里呢 即是说 神将我们变为了神的义 即是神的义 在我们身上 但这个是一个宣布 即是我们是有神的义 我们都成为了神的义 但是呢 我们本身 仍然有这个罪的质素 在里面 罪圣情的质素 好了 这些是法庭的名词 一姐先所说的 几个名词是什么呢 不算为有罪 就是宣布 你不算了 当你无罪了 无罪释放 其实很多无罪释放的 不是真的无罪的 第一 有时大赦 第二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情况 就是 譬如美国总统 曾经里克逊 本来应该坐牢 就是 当他没事 放了他 这样 这个就 其实 又不是当他是公义 不过就是当没有追究 另外有时就是 大赦的情况 可以释放 不算他 当他没事 也有些情况 就是什么呢 证明不到他有罪 这是西方法律的其中一件事 这件事其实是很普贵 为什么呢 譬如 这个人 有人怀疑他犯了罪 但是证明不到的时候 有两个可能性 真的他犯了罪 不过另一个可能性 他没有犯罪 不过人家怀疑他 是不是 如果这个人 当他有罪 是不是很不公平 但是有些国家 人怀疑他 这个人就死了 没得谈的 他真的没有犯罪 但是也要死 但是在西方的国家 他就是这样的 证明不到 就当他没有罪 不过这个人 已经有罪 就是有罪 但是当他 算他无罪 算他无罪 另外 就是先说的字牙 清为义 即是神宣布他为义 算他为义 和神的义 加给我们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字牙 清他为义 算他为义 和神的义 加给我们 即是神的眼中 我们就变得完美了 遮住了 即是遮住乙袍 遮住了 他里面都是有骯髒 不过遮住了 就算为义 说他是义 遮住他里面的罪 那我们一有罪的时候 我们应该继续求主圣灵 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罪的 而这里讲到 大射了 并不变为 无犯公民 大射了 不是代表他完美的 只是 当他无罪 算他无罪 就释放他 是不是应该很欢喜 应该就不在内疚里面 而是天天欢喜快乐 多谢神 我在神的眼中 是真的有神的业婆 神的圣洁公义在我身上 我希望大家都常常这样欢喜 我们有神的赦罪 还有在神眼中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我们就会 哇 我们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每一个继续亲近神的人 信靠神的人 都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可以和他一起 是不是很大恩典 是很大恩典 所以我们不用怕神 我们敬畏神 但是我们不要怕神 我们说要多谢神 OK 这里我们再看 就是看这里的 那个slide 意思是说什么呢 我们想起来 我们有业婆 就很欢喜了 我们过得这么漂亮 很欢喜了 就是想起来 哇 原来神的业婆 在我身上 我们现在有这个业婆 你跟旁边说 你现在有神的业婆 在你身上 是很漂亮的 我们就欢你快乐 我们就欢你快乐 好了 第三点我们所说 就是我们的义都不如美 但得蒙纪念物赏赏 有时有些基督徒 我都做了很多好事 有些基督徒我说 我奉献了很多钱 真的有人跟我这么说 我奉献过很多钱 他不是说奉献给我们的基督 他说我奉献过很多钱去做宣教 谁知道神为什么这么规待我呢 我觉得这个人虽然他做了很多 但是他这句说话 真的是 有种就是说 神我做了这么多 我应该抵想的 谁知道我都不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好像觉得我奉献了 应该得到一些东西 的心态 还有觉得他所做的是好的 这个观念是有创的 以赛书六四章六节一起读一下 我们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蔚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叶子枯干 我们的罪业普像风飽和吹吹 以赛书说 我们都是不潔淨的人 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蔚的衣服 有些人说不是 我真的帮人 我想问大家 你帮人 你帮人 你帮家人 你帮家人 你帮家人的时候 有没有的时候 他这么麻烦 这么论顺 他呢 帮极他 又不懂得欣赏 又不懂得多谢 全方当时 哇 这么难信耶稣 提升他的灵命 经常都不爱主 都不肯听话 都不肯祈祷 在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有时的意念 还有祈祷 我一直在祈祷的时候 神都不知听不听 神真的是不是帮我的呢 会不会有这些怀疑 我想问大家 我们有没有一种好行为 是完全在神眼中是完美的 因为这些好行为 周时都夹杂一些怀疑 担心啊 不信啊 负面思想啊 有没有夹杂这些在里面 真的周时都有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神啊 你看我多少好东西 千万不要说 我真是神啊 我的好东西都是你给我 你改变我 这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义是不完美的 这里讲到基督徒的义 是不完美 好似污蔚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 漸漸枯干 醉叶呢 好似风把我们出去 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呢 我们出去的 但是神是会射灭 我们所有好行为甚的罪 我们求主射灭 神就越来越来 圣经讲到越来 我们的好行为 但我们一定要求主射灭 如果没有求主射灭的手 我们是可以所做的 全部是宠物和街 但如果我们求主射灭 神就起越了 好了 跟着呢 就是做了一切 不要觉得很大件事 老加方十七章十节 耶稣说的这句话 耶稣这样 你们做完了 一切所吩咐的 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国人 所做的本事 我们应分做的 但是 很多地方耶稣称赞人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能赏赐 这个是从神的角度 神的角度一定赏赐 但是我们人做得 是不是这么完美呢 不是的 我们分清这件事 神是很喜欢赏赐人 所以他就说 你不能不得赏赐 但是以人来说 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 那你说不是的 我都挺有用的 都做了很多好事 不过我们有用得利 也都有无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 一直有些 负面思想 有些罪 有些污秘 有些激气 有些弹句话出来 有些伤害人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总是 有做得不够好的 所以神的完美的眼光之下 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 不过我们求主赏灭 神就欢喜 大家明白这一点 神接立我们 不是代表我们是很有用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好处 都是神的灵 我们无得夸耀 但是当我们谦卑 神啊我今生乐意 我们是服事 你求你赏灭 神就赏灭 并且会把我们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到这两点 一方面神很接立 但另一方面 我们真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是应份做 因为神救我们 这么大恩典 我们所做的真是很少很少 而且不只是救 神给我们身体 给我们人用的饮食 给我们整个世界 都是白白的礼物 神给我们是无限量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 常常都很感谢神 但是同时 基督徒所行的义 对不起 我这个翻译 你这边要整好 就是 都是 我们将来 我们所行的义 就是 亦都是这个光明 细白的细麻衣 光明结白的细麻衣 一细度 《细徒》十九章八节 就蒙一得穿光明 结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义 可能移了位 可能移了位 OK 好 那将来 基督徒就可以穿 这个结白的细麻衣 但是这个经文讲 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那到底我们 是不是两套 三套就是耶稣的义 一套是自己的义 那我觉得是两套都有 就是有耶稣的义 但是也都有我们的义 但是我们的义 是绝对不合格的 不过神就赦免 以至合格 就是本来不合格 但是神就赦免 所以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 是两套都有的 有耶稣的义 也都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而这个基督徒所行的义 是会跟着我们的 圣经的广道是随着我们的 一直跟着我们 所以我们所行的义 是很宝贵的 是很宝贵的 我们应该珍惜 和争取机会去服侍 因为每一次的服侍 都是在我们身上 留下基督徒所行的义 都留在我们身上的 而一直跟着我们 到永远的 神也都永远上次的 有一个人叫Henry Grover 我以前也提过 他就想天堂 看到基督徒所行的义 看到基督徒身上有一个义婆 他说这个义婆和他说话 那他说些什么呢 就是慢慢地说出 神如何在他身上做功 以至这个人 能够做这些好的行为 原来将来我们到天上 我们的整个生命 就会彰显神的荣耀 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 如何做功 以至这个人如何改变 那我们很感谢神 就是我们所 这个作为参考 这个是他个人的经历 就是 不过这个都是合乎圣经 就是我们所行的 而都是永存 还有是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就想到 我们将来去到天堂 我们的生命 就发出神的荣耀 就是神如何祝福我们 神如何改变我们 神也都透过我们 走出很多好的行为 这些好的行为 永远存留 所以我希望大家 当中每一个信主 不要浪费了你的时间 因为当你只是做 一些普通日常的事情 比如你只是看电视 去旅行 去玩 去吃东西 这些事情是不会存留的 但当我们做了一个人身上 无论任何小的事 出于真心 都是永存 并且永远发出荣耀出来 是不是很好 到有一天你上去天堂 你就说 哎呀 其实我很多机会侍奉 不过我没有用到 那时候后悔了 我希望大家 先为明白神的义果 身上 但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们就是神 我要最靓的装饰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装饰 对不对 个人都想自己漂亮一点 就算男人都想的 譬如一个男人 发觉自己的光头 都开始有点难以接受 头发线到退后的时候 都会难以接受 那最后 那些皱纹的元业 多了 还有更深 那些皱纹多了 那些皮肤又不像以前年轻 那么弹性 然后那些肌肉容易 那些筋容易拉伤 我们都很想我们身体健康 那个样子健康一点 给别人看的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染发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穿漂亮的衣服呢 就是很想我们是更加漂亮的 没有人想丑怪一点的 而我们永远的漂亮 在天上永远的漂亮 大家想不想呢 是永远的漂亮的 是永远神纪念的 是永远赏赐的 也都 我之前讲到讲过 就是可以有神的 更大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就是神的慈爱更强烈 停留在我们身上 就是在天上的时候 要更强烈的停留在身上 好了 那怎么建立这个基督徒所行的呢 我们一起讲 首先是什么 气绝罪 接着呢 善待人 关心人 代讨 帮助人 传呼音 建立灵命 事奉神 骗道人 基督徒是大戒命 大戒命是什么 尽心爱神 爱人如己 大戒命就是传呼音 和耶稣所吩咐都教训他遵守 善待人 对人好些 难不难呢 对人多些笑容 关心他 通常不难 什么难呢 那些坏人难点 但是你说不要紧 他坏是他的事 不关我事 我为什么要受他影响呢 如果他不好 我就受他影响 那我就失去机会 但是他不好 我都对他好呢 那我增加了机会去祝福人 并且这种好行为更强 是吧 耶稣也有说过 你善待对你好的人有什么特别 但是你善待那些仇敌 欠你钱的人 那些才是特别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那些善待的人 更大的神的赏赐 对不对 你和旁边都说 善待敌人 更大的赏赐 神更大的喜悦 善待敌人更大的喜悦 所以善待人 善待那些不好的人 还有关心人 那这个是要学习的 人有什么需要 为他祈祷 关心他 问候他 上次问完之后 下一次都会问他怎么样 为他代讨 神又喜悦 帮他 见到有机会 别人跌了 你立刻帮他执 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家人做什么事 帮他手 这都是 真是神欢喜 我因为耶稣缘故 父母煮饭的时候 走去帮手 这个都是神欢喜 下边讲到 大戒命 大事命 那方面 传福音 祂不信 祂不信 但祂也做了你的英份 神就喜悦了 就算祂不信 祂越抗拒 祂也愿意 不是和祂爭 而是愈和 神就说 祂做得很好 虽然有一次 你打赢了耶稣 但那次是很顺利的 但这次 虽然那人依然那么强硬 你依然那么有耐性 神就说 这次上次大一点 神经验大一点 所以 传福的时候 不是一定计他有没有信仁 而是我肯愿意去做 不过不要做的时候 每次说 神 这次又多些分 今次六十分 今次六十分 今次七十分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这样的时候 就是夸耀了 我们只是说 我们应份做 我们侮辱我仆人 所做的应份做 建立靈命 都是很重要的 在教會的人 關心他 為他祈禱 輔助他的靈命 都是神魯喜悅的 我們這裡每次都訓練大家去做 我們能夠侍奉神 任何一方面 一杯涼水 神都很紀念 還有勸道人如何成長 難不難啊 這些東西 你猜這些難 還是坐地難呢 在太陽之下坐地難 還是這樣做難呢 其實不難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珍惜機會 並且珍惜訓練 因為你有訓練才能做得到更好的 更多的 你沒有訓練是很難做得多的 你有訓練 你的發揮就大了 我希望大家都接受 我們禮拜一的時候都有訓練 你盡量來參加 你是一步一步提升 那你真的來不到 你這段禮拜天的時候 你早點來都看我們怎樣幫人 然後你將來學一下 學到幫人 這樣你都會提升的 即是說 禮拜天和禮拜一 我們都有機會給大家學習 然後大家去使用的時候 大家的生命就提升 你將來一方面有神的義 也都有基督徒所行的義在你身上 這個圖畫就是說 本來我們是罪人 本來應該是地獄的 本來應該是落地獄裡面 在火裡面 但是神現在赦免我們 拯救我們 並且給我們義婆 是不是很大的對比 我希望大家都欣賞 都感謝神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 多謝天父的大恩 我們自己開聲 跟神說 神啊 多謝你將這個義婆街我身上 好像新郎帶上華官 新婦配戴裝飾 我們可以很開心 感謝天父 我們可以很開心 因為 你將這個義婆街我們身上 我們就好像新郎帶上華官 新婦配戴裝飾 你以拯救為義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婆 給我天上 多謝你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神啊 我們在你眼中就算為義 就得清為義 並且有神的義加在我們身上 有穿著這個義婆 我們多謝你 我們感謝你 神啊 你的信息告訴我們 我們不只是洗乾淨的醉 而是真的在神眼前是清為義 是有義婆 像耶穌那麼漂亮的 多謝主 因為我們本身是污衛 但是你洗乾淨我們的醉 我們現在都有罪性 但是我們不要讓罪破壞 因為信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 一定是收敗壞的 所以我們就處理生命 有任何罪意念 立刻處理 有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立刻處理 我們就去善待祂 祝福祂們 祝主 謝滅我們一切的醉 洗淨我們一切的污衛 多謝天父 將神的義婆街我們身上 我像耶穌那麼榮耀 多謝主 亦都我們所有行的義 都加在我們身上 雖然我們不配 我們的義都好像污衛的衣裳 但神的依然 赦免我們好行為上的罪 就接納我們 並且永遠賞慈 多謝你 多謝你 我們一起開聲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將義婆給我們 以及我們所行的義都永遠紀念 永遠賞慈 多謝耶穌,我們願意走到這個路上 願意時時歡歡喜喜 時時感謝神,亦都活出基督徒的樣式 有基督徒的生命 讓我們的基督徒所行的意 是越來越榮耀的 越來越美麗的 多謝天父,多謝耶穌 哈利旅人,我們祈禱 奉主耶穌聖明 這就是我們一起去反省自己 因為我們準備領聖冊 我們都要聖冊自己 我們有些甚麼污衛 因為我們來到聖冊的神面前 是沒有人記得住的 神斷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我們一定要求主赦免的 非聖冊會有人能見主 所以我們就叫神 求祢 叫我們真心的悔改 我們有得罪祢的地方 求耶穌赦免 我們有輕看神的地方 求主赦免 求主潔淨我們 求主更生我們 賜給我們一個歡喜神的心 歡喜神一切的事 所有神有關的 祂的愛祂的聖結 都是很美麗的 神的聖結是很美麗的 多謝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悔改的心 我們都一起在神面前 真心的悔改 承認我們一切的過範 求主耶穌赦免 求主耶穌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求主耶穌潔淨我們 求主耶穌潔我們悔改的心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們都一起宣告 耶穌真是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真心認罪 耶穌真是赦免我們的罪 並且耶穌將義無間的身上 所以我可以很歡喜快樂 我們可以恩揚華大大的歡喜 我恩神大大的快樂 主要多謝讚美祢 感謝祢